孟一秘妇人日前到超商领取零元包裹 但是因为她没有带证件被婉拒 不肯罢休 逼得店员不得不打电话 请店长跟妇人沟通 结果妇人竟然把店员的手机摔在柜台 叫600元 妇人正在超商柜台附近 接听手机不断通话 原来稍早前她要领包裹 却因为没带证件 双方僵持不下 店员不得不打电话 请店长跟妇人说明 但看似解释完毕 所有妇人竟直接将店员手机摔在柜台 店员解释来龙去脉 其实依照规定 民众没带实体证件 本来就无法领取零元包裹 就算要被退货也是没办法 但妇人最后却恼羞成怒 令人无法接受 而po文一出 网友纷纷踏伐 有网友说这种根本不用理他 也有人建议 手机坏掉可以提告回损罪 力挺店员 这样当然是不对的啊 太过分了 因为就是要尊重那个超商的人员这样 富人脱续行径 就连民众都看不下去 事发在21号晚间8点多 高雄三民区一间连锁超商内 富人因为没带证件 领不到零元包裹 眼看包裹即将被退货 不听店员跟店长解释 最后摔店员手机泄愤 尽管警方没接获报案 但仍介入了解 目前积极联系当事人说明厘清 加强辖内超商巡守及安全维护 警方呼吁民众领取包裹 势必得遵循店家规定 而富人没领到包裹 还摔店员手机 倘若吃上回损官司 恐怕真的得不偿失 借高雄资本报道